跟你講喔 陳正涵的意思就是 戴麗玲怎麼不像木可這麼乖呢 木可也被灌三筆有坑生嗎 另外一家公司灌三筆有坑生嗎 只有你坑生害我們做假帳 竟然在被查 對啊 你閉嘴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對啊 你當初閉嘴就好了嘛 罵了半天 嗯 你要讓我們死 那 那黃珊珊該怎麼辦啊 對啊 戴麗玲不是說他認識黃珊珊 他認識柯文哲就是因為黃珊珊嗎 對啊 對不對 然後罵人家說強勢啊 我跟妳合作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陳正涵這個人不強勢嘛 滿戰狼的啊 跟他合作大概也不太好合作吧 連他老公跟他合作是不是有問題 九萬六 九百六 九十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啦 當然你說陳志涵 我記得我很早就說陳志涵 早就已經成為民眾黨的複數了 我早就說過嘛 怎麼可以的 人家人家戰力很強 人家獎金領民眾黨第一名耶 一零二萬 上公陳志涵的好 你不知道 人家領那麼多信 真的嗎 許甫知道 阿伯知道 阿伯知道 佩琴也知道 對 舊架 舊架 會去救她 舊架 會拍美照 拍美照 你知道我們女生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有一個姐妹陪我們喝咖啡很重要耶 真的嗎 不是 我們曉得我們只知道有個兄弟陪我們喝酒 沒有啦 同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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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只恨 可是老闆娘呢 好 那 好 偏題 你繼續 先提 我偏題了 我覺得你認識 就陳佩琦你自己寫那個東西 拉出另外一條支線被告 而且還扯到兒子 然後你幹這個事 然後另外你陳志涵東罵西罵 嫌這個柯文哲那個仇人不夠多 嫌仇人不夠多嘛 那你看 那個是人不明用人不當 我們全部人都以為是段木正 陳志涵的解釋叫李文忠 李文忠的妹妹現在被交綁 哪一天你繼續罵吧 罵到李文娟 進去萬一什麼都說了 當然萬一什麼都說了 我就不知道是好事還壞事嘛 那我們也不先做預判嘛 我們只怕這個李文娟萬一嘴巴打開來了 我們也會很擔心 隔幾天我們是不是又討論不完了 好不好 那李文忠一個不小心嘴巴又打開來了 我們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現在是戴麗玲外人嘴巴打開來 只是三筆帳的問題 那自己人管帳戶的嘴巴打開來 就不太好玩了 就不太好玩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人 閒事不夠大的話繼續搞嘛 就是說繼續搞嘛 閒事不夠大 反正柯文哲已經水裡來火裡去了嘛 鐵青臉色鐵青幾次也沒什麼關係了啦 反正臉色鐵青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嘛 兩個夫妻都醫生嘛 臉色鐵青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生氣的正常狀況 與心臟血管沒有個直接關係 就過去了嘛 那我覺得還是 我認同柯文哲的一句話 我非常欣賞柯文哲的一句話 我們沒有專業團隊 我們只有團隊 我們沒有專業團隊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柯文哲 黨部重整一下吧 好 那個不然就是 陳佩琦現在是黨團主任吧 陳佩琦 不是那個誰 那個陳志涵 陳志涵 那是被衛立委 被衛立委 管的事還真多 黨中央的事也要管 什麼事都要管 然後救駕也要跑第一 還開車去 我不曉得陳佩琦那時候 一個人在那邊十幾分鐘 是不是打電話給陳佩琦 給那個陳志涵 走 喝咖啡 搭到陳那一家 不然那個影片中放出來的 好像只有打電話去請假 沒有看到他在使用電話 只有媒體都撤了之後 在撤拍的時候 他一直在打電話 那是不是打給陳佩琦 打給陳志涵 我就不知道 但我覺得陳志涵就是一個 你知道那個台灣人最討厭的是哪一種人 就是那個中國外交部戰狼 台灣人最討厭的不就 動不動就是那種威脅挑釁 罵人怎麼樣 然後你不覺得陳佩琦現在越來越像台灣人 討厭的民眾黨戰狼嗎 那種性格真的很讓人討厭 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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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你智商高一點 沒有 如果你有十五加七的智商 我們也就算了 但是每次講話都發現很奇怪 他傳傳給我 然後他不是傳給你 他是傳給許甫 下一句話馬上改 他傳了 然後你不曉得他跟他老公 我覺得有些事情 大家一致一點 說法一樣一點 不要在那邊又再惹禍 許甫也是檢察官來搜索 沒有搜索黨中央 我們給了六箱的資料 黃國昌直播 我們給了八箱的資料 下一個會不會說 我們給了十箱的資料 這種小事情都出這種錯 麻煩統合一下 整合一下 難怪阿伯事情那種燒不完 光你們這些人幫他燒的事 就燒不完了 對不對 那你說講了半天 那你認為說戴麗玲就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除了這樣以外 就不反擊 人家是不反擊而已 人家不想把自己弄得很難看 結果你陳志涵還咬上人家 你逼他上節目 你一直罵他 一直這樣子的話 那你想一下黃珊珊作何感想 那個陳東豪不是每次都說嗎 黃珊珊的事務所 不是就金華城啊 什麼案子的那個沙盤推遠中心嗎 那你現在大家都要逼這個黃珊珊 叫他辭立委 還有人乾脆叫他退黨 那以後阿伯金華城要靠誰 沒有 黃珊珊以後會就在我們旁邊 又多一個 對...他跟我們一起討論柯文哲 好耶... 真的嗎 那我們橫橫抖內幕 層次邀請黃珊珊 滿不離 立委沒辦法當 歡迎來到橫抖內幕 變柯黑 當然人家還是想繼續當立委 我們去看中評委怎麼決定 上公 上一波 好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知識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抖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